進入今天的直路 我們今天的主題 主題就是三條七枝 整批所謂的不知什麼大辯論 大辯論 國方大辯 各個一起整個大辯論 哪裡都國方 你容許辯不辯論 你容不容許 你這個特區政府 那頭說搬龍門大家未有共識 所以有些事情就不執行 那頭就說高鐵大家都有共識 然後大家又要建 那你那個龍門 什麼時候是有共識 什麼時候是沒有共識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高鐵建的時候大家都沒有共識 你問蔡元春那些人哪有共識 這個也是廢話來的 怎麼會有共識的 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見 怎麼會有共識的 你拆了公義夫球場 他幾個高爾夫球場在香港 然後說我們未達成共識 因為有些有錢人 可能只有兩三個有錢人就反對 沒有共識 你不要浪費 整個粉嶺高爾夫球場 整個荃灣這麼大 你建什麼都可以 這些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這個土地做了22非官方的成員 到來聽聽 我都算認識人很多 看認識不認識到22個 黃遠輝 他不認識人間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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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時候給了一些錢 好像在中大讀了一個烂鬼的 校外進修的考古課程 然後報紙的記者 被他拋擠了 覺得你很熟悉考古 這些人騙飯吃的 學術界不如說一下 學術界這麼厲害 雷鼎明 雷鼎明買了屁股 對呀 整個人在喉嚨 對呀 在喉嚨 在喉嚨 對呀 還要來什麼 還來 那些叫塞鑑 不喜歡笑 人家在賺食 經常都是這樣抗亭 賺食大了 你賺食可以打劫的 對呀 對呀 講一下社企的方面 你跳得很厲害 當然 講一些 何喜華 不是何喜華 是黃昆 黃昆 黃昆 都是公屋的 公屋的 公屋比平議會的 但他又不會說 新香港人 強國人搶走 香港本土人的公屋 但我也不太明白 如果你說香港人優先 其實是否應該有兩條隊 輪候策那裏 就是輪候策先要滿足到本土香港人 上了公屋 如果有剩餘的 才到新香港人 公屋如是 中緣如是 應該是這樣 我不太明白 我真的不太明白 現在玩鴛鴦嗎 茶餐廳嗎 奶茶咖啡多人喝 最慘是他們反對民主 黃碧雲 這麼辛苦幫你喝鹽水 你不就是喝鹽水喝了 都會繼續投民戰聯 我真的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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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的現象 要80年20年去研究一下 近來有一個 在財經界那方面 他現在列出了智庫 黃元山 很久了 團結香港基金的 黃元山有段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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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立法國政緣 黃 een klein SUMMER Chущ мой 黃元山有段估計 黃元山有段估計 包子前我走了 即是聰明仔 他是什麼背景 這個我講完兩句大家可以回答 你入政府的機構做委員會 你怎麼會不是親建制 入了去這個組的 有些比較突出一點點的 譬如周廣榮 學術界建議填了船灣的淡水湖 原來是語不驚人才有這些委員會想認識你 那我炸了一個獅子山 怪不得大辯論你有份 將香港島變成平地 沒有份了 你有份大辯論 填了對 政治正確 海那些做什麼 填了人住緊要 填了整個維多利亞港 對 反正香港欠個甲級寫字樓 現在搭舵的時候都沒人了 上去兩分鐘 真的沒人了 我走進去 填卡排隊等船的時間 比過去更長 你不要說沒人了 搭船去長洲我也覺得沒人了 都沒人了 扮幾條橋 港天橋扮那些浮口的 帶風飄那些 10個8個小時才有人 對 其中一個 我經常都知道 德哥最喜歡拉關係 對 誰是我師兄 誰是我什麼 有一個 林健之 香港中文大學 地理的 現在叫做地理地質不知什麼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的 現在說的是什麼 說到資源管理學系的 說髒話 地理系就是地理系 以前的前教授 還有環境諮詢委員會的前主席 教過我 修他的什麼 urban geography 還是什麼 均州 geography 你說什麼 我以為你 我以為你 我以為你講 直音而已 你絕對是出貓特工隊的一個 就是蠢學生 叫一些聰明學生 urban geography 再一次 urban geography 做多少不懂 要不要幫你填份卷 我最多給你一千元 做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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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林健之 中大 於是找回港大 港大就是 隔壁的 吳祖南 於是兩大學校的地理 於是人就 懶惰分餅仔 也有在大辯論 大辯論 兩人一組都是 建制環境諮詢委員會 做很久了 要大辯論 一定要 找些對立一點 非官方 你既然做非官方 有官方 有幾個 專業議政的那幾個 說完了 叫教授進去 在圈子裡面大辯論 反對派在圈子裡面 辯論 他們會不會是一起大辯 他們會不會是一起大辯 一起大辯 先大辯 辯完之後怎樣 大辯後放屁 放屁 大辯前後也放屁 還有 整個明報前執行總編輯 馮成章 他懂得條鐵 他懂得討論 大辯論是各方的人士都要的 何希華你是糧粉 你搞基層 張學明 鄉親派都有一個代表 究竟有其他意見的人 你這二十二條人 一定支持 削低家裡的公園 填你這個 草灣淡水湖 炸你這個獅子山 這些不用你們圍著 趕倒他一定不會動 填薄芙林一批 薄芙林水湖其實是最小的 應該填掉他 是啊 沒有差用的 沒有差用的 最小有誰用的 你填掉他 然後那裡有多少樓 還有那裡 那個叫什麼 金督慈馬經 這些是殖民主義的 不是啊 我這次好好證明 澳門這次的事件 他出事的位置是什麼呢 他不可以在本地 自己所有的基建設施 自給自足 你要靠珠海 水靠珠海 電靠珠海 你還在搞淡水湖 我去賭場的雷雷都是靠深圳河以北 就是啊 去珠海那邊 是啊 你現在還在搞淡水湖 你沒事吧 真的傻的 真的傻的 是不是瘋了 神經病啊 我們要擴大淡水湖 如果你說香港沒有水 不夠水 要用深圳河以北的東江水 如果你說 東江一帶發生了化工廠洩漏爆炸 以及污染 不論是東江西江污染 現在我們都知道那些是屎水 為什麼我這麼大的感觸呢 因為現在一落大雨 我家一定會弄兩三個大水桶 我就沿著那些在蟬逢那裡滴下來的水 這麼刺激 你用來驗嗎 不是 那些水 你知道現在香港的暴雨是 下一天兩天 連續兩三天 晚天 那些儲起的水 我用來淋花 當然我用井水也不用錢 有個電泵 要電費而已 但我有兩三個大的膠桶 類似大型洗衣粉的桶 兩三個 我儲起淋水 我真的用到一兩天 而且那些水真的很乾淨 還有有礦物質 我用來淋花 我差盡未用來煲茶 很棒 是啊 我用雨水來淋花而已 我還未試飲 我下次用來試飲煲沖茶 你先沖大涼 不要塗鹼液 是呀 都可以 不用什麼 脫衣服就被雨水淋 都可以 如果我住周鵬那裡我不會 那些水是不用過濾 真的乾淨 因為頭浸了 落完那些塵 淋下來是很棒的 深圳河西江東江那些 又創金屬又化合物 那些水是不能喝的 我真的聽上車的阿叔說 現在的水 他都說了噪口 不是水 只是洗澡而已 那些是怎麼喝的 對 那你也證實了 你現在 深圳夠膽開水游泳喝嗎 你不夠膽拿水游泳來煲完喝 現在的分別在這裡 還有一些親建制的報紙都做這些調查 說東江西江的水游泳不行 你這麼厲害的 你就試試在那條渠那裡 輸送東江水游泳那裡 你立刻表演來喝吧 你示範一下 你這樣抵毀我們的官員 叫喝就喝 不出喝 三條車這樣教的 你不要為了發展 經常拿了武敵的藉口 你如果想做得英俊 你麻煩搞定新界那邊的地 先釐清 你收回那些那些呼吸牆 當然那些講口臭 你收回那些呼吸牆有多難 真的 是不是 那些棕地如何改建各樣東西 有多難 黃德傳第一個支持 你先搞了那裡 昨天民主黨有兩個新人上來做節目 白甲黨 他們都在說舊區的重建 那個地方 其實有些東西可以左搬右搬左 還有跑馬地的馬場 其實我也覺得是應該拆的 香港需要兩個馬場嗎 不需要的 還有外國的跑馬 例如有時候我不懂跑馬 但我也知道外國有些很頂級的賽事 他們其實都會跑泥地跑沙地 不跑草地 香港都有在沙田馬場 全天候24小時 全部只跑沙地 你不用保養草地 對呀 其實阿鵬你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不行呢 你又想剷平太平山 你跟黃耀明不謀異合 你如果是跑馬地的馬場 就剷走 那些有錢人全部都搬回那邊 沙田 河套山 還有堆田 大埔 還有堆田區呢 堆田區是上面不可以建樓的 但是可以建體育設施的 為什麼不可以在堆田區上面 現在建一個新穎二十一世 現在在亞布澤比杜拜都建了一個新的馬場 全世界最先進的 為什麼不可以在堆田區那裡建一個最先進的馬場 然後就拆了沙田 沙田那裡也拆過去 然後那裡全部建骨灰位 好東西 建骨灰位那裡 賺回一些錢 全世界中國人可以來這裡放骨灰 那裡賺幾千億 其實阿德哥 聽他的建議 其實周鵬是有材料去做區議員 誰知道特首都可以 他要搞定骨灰的問題 他由馬場轉做骨灰 他只能做到這件事 他已經是國際響當當 馬場已經是賭製的墳墓 整個骨灰鎮 哪一行都要留了所有錢 那裡真的建了骨灰位 那裡可以裝到幾十萬個骨灰位 不知道 每個賣二十萬 就是了 這條數碰到了 還要上市 先做財政司司長 遲些先做特首 好明天再獻計我們